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於10月10日上午10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 現場有200多位僑胞參加 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羅夫文夫婦 僑教中心主任陳怡芳 僑務委員吳光怡 張士勳 陳美芬 劉秀美等出席盛會 在潮州會館本頭宮廟寫詩團表演詳詩憲瑞 精彩表演中揭開序幕 緊接著由北一女校友會儀隊 富爾摩沙青年文化之工協會 美南大專校聯會騎隊做前導 迎接休士頓榮光會互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進場 進行升旗儀式 珠江領唱中華民國國歌 在場的僑胞一起唱國歌 氣氛莊嚴隆重 國慶籌委會主委劉志忠致辭說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已經是海外僑胞愛鄉愛國的傳統 將世代傳承 羅富文至此表示 雖有疫情的影響 去年中華民國在全民共同努力下 經濟增長率達到3.11% 是世界第一 今年預計將達到5.88% 成績亮麗 升旗典禮之後 羅富文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同政員頒發 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升旗儀式圓滿落幕 新唐人休斯頓記者站報導 參加班航劍結構神聖舟 吾 携席 secretly 携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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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